75 東方日報 寧靜致遠 同舟共濟創新天地 2015年7月10日龍湾鎮A32寧靜致遠的致遠從大型集會參加人數銳減 以見泛民主辦者的號召力跟非識比 其實市民對議員要求已與過往不同 大家都想冒實白事 令香港繼續繁榮發展 若指光叫民主口號 行動又影響民生及社會發展 無實的香港市民又怎會支持 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參加者只有13萬多人 數目是09年來新低 主辦者更被批評 容許學生代表作出與紀念無關的激進行動 負面反應月潮 7日遊行總人數大減 成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03年統計人數第四低的紀錄 在這大半年內 大部分市民仍未從過去雨傘運動帶來的衝擊喘息過來 不過都仍然盼望 香港發展不要停滯 反而要加倍打拼 追回因為政治爭拗時所失去的國際競爭力 可惜立法會的拉布行動 某程度已令香港落後 本港公共地方免費話5速度 原來還慢過廣東維州 新加坡 南韓 日本已發展智能城市 但本港資訊科技政策仍未有新進展 就連民生福利 政府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都因拉布而被迫押後一年審議 那即是百萬名前線階層市民今年不能受惠 放棄意氣之爭 驅走無謂爭拗 對市不對人 用理性按市民福祉以證 實事求是 提出有建設性方案 才能使理性無實的市民動容 問號 和立場的市民 雖然內臉 甚至被動 卻喜歡理性實幹 但今日不少政黨欠決無實和包容性 他們的表現令不少民眾失望 因此香港市民都等待新政治力量的出現 能推動香港政治 經濟及民生發展 用理性緩醒市民行動支持 同舟共濟創造香港新的天地 的自願 請問請問請見那個米狀在市民 請問你重新的域會議 請問性負面借明 但是請問他們要說明呢 請問問題